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大家都已经从YouTube上面已经补上来了 可是我今天要继续讲下 我前面花一点点时间把上帮你复习 上跟下连在一起 我个人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实际 而且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都可以用出来 而且是非常精准地用出来 所以是比较实用性的讲道的方法 我们这个教会一定要把理论讲清楚 因为我们不都一定可以在一起 对吗 不晓得什么时候你就会发生鲁宾逊漂流记 对不对 我们小时候看的 或者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到了一个地方是 没有教会的 你要自己生存下去 我们能在一起一定要在一起 不然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到底怎么看我们 我们都知道基督徒和尚未接受基督信仰的人 大部分的处境跟遭遇都一样 是吗 其实你信了基督之后 你的环境跟遭遇没有太大的改变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影响基督徒 也影响非基督徒 对不对 但如果倒过来 我们这样讲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非基督徒 有没有影响基督徒呢 有 你看顺治长老上来 还要跟大家报告说要打疫苗 要戴口罩 除非你有特别的状况 不打疫苗 那那个是你可能身体啊 会有各种状况 医生告诉我们 戴口罩 请洗手 我们有医生啊 就会让我们新冠病毒感染的几率降低 这个对大家都一样 对不对 不会因为你信了耶稣就可以不用戴口罩 那信了耶稣没有戴口罩的感染率 我们不用做大数据嘛 我告诉你 跟没有信主的人不戴口罩 感染率是一样高 一样高 这样才公平吧 地震来的时候 隔壁还没有信耶稣的他们家住家会摇晃 你家摇不摇 不摇喔 什么可能呢 这个就是上帝所创造的环境 如果在整个大环境上有经济的变动 我想不只是影响非基督徒 也影响基督徒 对不对 对 那你说那我们信耶稣有什么差别呢 当然一个人的存心会影响到他的工作和他的做人 一个人的存心 或许一位基督徒很认真 他工作努力一点 他做人更诚实一些 因为这都是圣经的要求嘛 然后我们计划做远一点 因为要有眼光嘛 那他的成功率 他的人员 他的工作表现 可以更好一些 这个很正常 我再偷偷告诉你 非基督徒如果也这样 结果也一样 结果也一样 如果他因着信耶稣 他更努力 更诚实 更长进 那么因此带来更好的结果 或者就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这个是很合理的 我因为信耶稣时间很早 我11岁就信耶稣 后来我15 6岁就很努力 我到了16 7岁的时候 我突然 有一天我突然计算 我因为做基督徒 而每周要比别的没有信耶稣的人 多花最少十几个小时 在我的信仰所带来的改变上 这样听得懂吗 我一个礼拜聚会两次 一次连在徒期间 就是坐车去再回来 那时候我住很远教会里 离教会很远 我两次聚会至少要 七个小时 一个礼拜 然后每天灵修 一个小时 十四个小时了 对吗 我因为信耶稣 我比以前更努力读书 因为我觉得应该要这样 我更孝顺父母 我觉得应该要这样 因为圣经叫我这样 我更爱人 我又去传福音 我一个礼拜 大概要用二十个小时 那个时候我才十几岁 因为做基督徒 就要多花二十几个小时 一个礼拜才168 就多花二十几个小时 我到底核算不核算 这就是我当时小时候的计算 我现在来看 当然核算 我现在 不要告诉你几岁 口罩一戴 你也看不出来我几岁 这几十年过去了 我发觉真核算 那如果我工作上有什么表现 如果我做人有什么成功 当然是因为我付出了更多的时间 如果你不从上帝的角度来看 我也花比别人更多的时间 你知道我在读书的时候 很努力读书 一方面我是想要有好成绩 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 基督徒应该要有好的表现 所以我就更用功 所以我成绩因为更用功 而更考合理不合理 大家都是这样讲 当然如果一个基督徒 他专心倚靠主 不只倚靠自己的智慧和聪明 那上帝赐福他 就产生更大的不同 但是如果我们回来看 在大数据之下 我们基督徒不会只因为 信主这个单单的因素 注意听 我们不会因为信主 这个单单的因素 就可以偷懒 说谎 不计划 只用祷告 求取更大的利益 这样够清楚吗 你放心我讲的一定是对的 这就是圣经里面的记载 你不可以偷懒 你不可以说谎 你不可以不计划 而你说我是基督徒 上帝你要赐福我 今天很多人这样讲 真的 我知道太多人这样了 或者他不敢讲 但他就是这样 但是我告诉各位 圣经上不是这样记载的 因此如果我们读圣经 从旧约读到新约 不管是记载人物 或者记载原则 我们都发现 神恩待他的子民 神特别爱他的百姓 也因为这样就产生两个结果 第一个你很努力 他就当然多赐福给你 对不对 那如果你不努力呢 他就打得更凶 要记得后面 不要只记得前面 我们喜欢前面 不喜欢后面 所以信主之后 其实给你带来两面 一面是 你努力神要赐福你 可是你不努力 神要处罚你 我们就用个非常简单 每一个都能理解的 来 有孩子的请举手 放下来 如果你的孩子很努力 你要不要奖赏他 那别人不会奖赏他 你一定要奖赏他嘛 对不对 如果他很努力 他功课考得很好 比如这样 或者他做人很成功 或者他给你多生了一个孙子 你就会奖赏他 对不对 可是如果他不好好做事 他不乖 别人在路上会不会打他 不会 你会不会打他 不要讲出来 大家都知道啊 我们爱 我们会管教 爱我们会责备 爱我们会鼓励 只有爱才带来 比较强烈的情感 我可以告诉各位 上帝对我们也是这样 因此每一个神所重用的人 神所赐福的人 他有一个成长的途径 他会越来越诚实 他会越来越诚实 我没有说你信耶稣的那天开始 就立刻诚实了 地位上诚实 生活上诚实 如果这样 我们的那个意象就不成立 对不对 我们的使命的第一条 说呈现真实的自己 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那个不是说从 那一天信主开始 就突然呈现真实的自己 你要吓死人啊 我们当中谁敢把心里面话 都讲出来的 应该不敢吧 可是我们慢慢地 呈现真实的自己 一方面我们越来越认真的表现 出我们真实的样子 另外一方面 我们里面会越来越改变 越来越改变 请问我们教会的听众姐妹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 这么小声 是不是啊 当然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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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已经化妆化得很浓 请不要立刻卸妆 因为旁边有人会被你吓到 对不对 但是你可以在卸妆的过程 越来越淡的过程 把你的体质弄得更好 让你的皮肤更好 让你的精神更好 让你的表现更好 有的时候我们不是长得很漂亮 像我这样 对不对 头发又掉很多了 对不对 年纪又大了 老人班都出来了 可是如果我真的对别人很好 你们不会在意我的美丑 对吗 人都是这样 所以其实里面更重要 神所重用的人 我这样讲 或者神所赐福的人 在诚实的这条道路上面 过程中他可能会有瑕疵 但是他会改变 最清楚的就是亚伯拉罕嘛 他刚刚出来的时候 对不对 有没有说谎啊 有啊 为了自己的安全 跟别人说我的太太 把他的太太说是他的妹妹 这个危险不危险啊 还说谎两次 可是他慢慢地改变 慢慢地改变 慢慢地改变 到后来 他真的改变得非常的好 这是个过程 一个神所重用的人 一个神所赐福的人 他就更努力 他更努力 旧约的约瑟 17岁的时候 就被卖掉了 被哥哥卖掉了 等他做宰相的时候 39岁 中间过了22年 那22年只有两个字 可以形容 叫做努力 他到人家家 做努力 做到总管 这个是有过程的 对不对 而且后来还证明 他不是靠内线 是不是 因为产生内线的时候 他不接受 就是主人的妻子 要来色诱他 如果当时是靠这条路 我们就知道 他中间没有努力 以后他被关到监狱里面 他也从最底层 做到最高层 那慢慢慢慢 他就出来 所以是努力 神赐福他们 不是没有原因的 反过来说 他们如果不长进 或退后 或不诚实 神也因为爱他 而会给他足够的 或者更多的处罚 以提醒他 你是我的儿子 你不应该这样 你是我的家人 你不应该这样 大卫前半段 知道自己要做王了 他就很努力 他真的很努力 他也原谅别人 他也饶恕别人 他也想办法逃命 用各种智慧 后来神赐福他 等到四尽成福 很奇怪 你去看那个圣经 是四尽成福 全部打完仗 之后 他就松懈了 那天他就跟八十八 发生了不应该有的关系 你知道神就说了 刀剑壁不离开你的家 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 这个惩罚真的很重 那就不用讲所罗门了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所罗门后来很惨 那如果基于这种概念 我们的信仰 那我们基督徒到底 跟非基督徒 有什么差别 或者我信主前到信主后 我应该有什么改变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 我因为从小 有一段时间家里 我不能说很穷 但是我是住在我舅舅家里长大 有六年的时间 因为我爸妈家里有点事 南部就把我们冲到北部 这个故事我也讲过好多次了 我们家三兄妹 跟我舅舅家的五个孩子 是表兄妹嘛 加上我舅舅舅妈 加上我一个没有结婚的舅舅 跟我外婆 十二个人 住在一个差不多 二十几平的房子里面 六年 我有六年的时间 口袋里面一毛钱都没有 那个是我小学六年级 到高中二年级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想想看口袋里面没有钱 一毛钱都没有 当然我们那个年代也比较穷啦 可是一毛钱都没有长达六年的时间 我是每天要坐两段公车去上学 回来还要坐两段 那个年代不像现在 那个年代都是 公车都是打卡的 而且一天一个洞就是一个洞 两个洞就是两个洞嘛 你如果年纪跟我一样就一样啊 而且你还从哪一段坐到哪一段 你听得懂吗 三重客运 哪一段坐到哪一段 哪一站上车哪一段下车 或是打都是固定的 所以我身上没有钱 我只要公车站坐错一站就要走一站 那我这样就过了很多年 因为这个缘故我常常想很多东西 我从小的思想是因为穷的环境 所以穷并没有不好 我不同意大家说 小时候穷很可怜 那看你怎么想 我告诉你小时候有钱也很可怜 也很可怜 那将来你就知道 所以抓了这个机会 因为我常常想 做基督徒跟做非基督徒有什么差别 或者信主之后有什么差别 那我现在在这段圣经要跟大家讲 就是那就是我们纯心的不同 当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纯心改变了 我们今生生活的目的改变了 我们今生生活的目的改变了 在哥罗西书二章一到五节 好 我前面是要让你确定 我今天要讲什么 你才知道你要听什么 那就是你信主前跟信主之后 什么差别 所以你决定要不要信主 你要想清楚 或者你信主了很多年 你并没有改变 那你会不会也不一定要信主 今天天气这么冷 外面又下着雨 何必过来呢 人际关系也不一定要在教会里面 虽然教会里面的人都相对好一点点 你也很难说 在这里不会被骗 是不是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说 这个信仰带给你什么呢 来 我们来念一到五节 我们来念一到五节 我们起来念 预备 请 我愿意你们晓得 和老底家人 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 是何等的尽心竭力 要叫他们 因爱心互相联络 一致风风足足的在物性上有充足的信心 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 都在他里面躺着 我说这话 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 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 心却与你们 见你们寻规蹈矩 信基督的心也坚固了 我就欢喜了 当然这是两千年前写的东西 所以又翻译在一百多年前 所以有点拗口 但简单来讲 保罗在这边说 我尽心竭力的侍奉 我尽心竭力的生活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说叫人因我们 我这样活是叫人因我们 保罗说叫人因我们怎么样呢 那就是他说我愿意你们晓得 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 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 是何等的尽心竭力 保罗说我活的是为你们 我尽心竭力的活着 要干什么呢 他说在盼望上更得着鼓励 用白话文讲就是 我活着是要让你得着鼓励 我活着是要encourage你 这个得着鼓励 他在原来说 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 这个安慰 比较消极的感觉 不是不是安慰 安慰是说 你生病我病得比你更严重 你就得安慰 比较不是这样 是鼓励 就是我这样活着 你就被鼓励了 你就被激励了 你就被激动了 这个翻译就是 我活着要叫别人的心 被激励 让他们得到更大的盼望 让他们得到更大的盼望 也就是我活着 是要让你得着更大的盼望 因为这个缘故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活着是为了别人 可能你说 哇 这样有点可怕 对不对 那我讲完 你就觉得一点都不可怕 如果你是基督徒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基督徒 如果你真的相信 你要离开这个世界 以后就到神那里去 那里比这里好 如果你真的相信 如果你真的相信 有一天那里有新天新地 如果你真的相信 有一天可以见到你心爱的上帝 如果有一天你见到那里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况 比现在还好 你说那我为什么不去自杀呢 对不对 这不是很简单的答案吗 如果那里比这的好 那我赶快去嘛 可是圣经上叫我们不是这样 他们要叫我们马上去 要叫我们活在这个地上 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那里好都无比的 但神让我们留在地上 是为了别人 别人 别人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很多人很难接受这个观念 大部分基督徒不接受 但是我要告诉你 这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目的 我因为在欧洲服侍的更久 那我就发现 欧洲的人 他们血液里面留的东西 跟我们亚洲人 或者我就讲台湾人 让我们再狭窄一点 留的血液是不一样的血液 他们已经是几百年 上千年受到基督教的影响 我们这里呢 信主的人呢 你最多二代三代就很了不起了 你三代基督徒就很了不起了 像我们这么多一代的 一代的 那我问你 你死了去哪里 你立刻反应不过来 即使是基督徒 你立刻反应不过来 我死了去哪里 想一下 对 上帝那里 这是我们的反应 你如果 那你如果问还没有信耶稣说 你死了去哪里 他更答不出来了 那因为跟他的宗教信仰有关 对吗 所以他就答不出来 去地狱 又很不甘愿 对不对 那去天堂 又好像没把握是不是 可是你问欧洲人 不管他信不信耶稣 是天主教 是基督教 是东正教 或者是他根本没有信 或者他自称是无神论者 如果你问他说 你死了去哪里 他立刻告诉你 上帝那里 或者去天堂 你怎么问他 答案都是那个 为什么 因为几千年来 他们都这样了 不要讲几千年 一千多年来 他们都这样了 所以一代传一代 一代传一代 那我现在只是在跟你们讲 我现在只是在跟你们讲一个概念 如果我问你说 你是不是中国人 你很难回答 对不对 因为你现在台湾意识高张 你讲我是中国人 可能被误会 是不是 可是你说你不是中国人 你也很难回答 是不是 因为你已经相信了几十年 或者你已经相信了几代 让你说你不是中国人 你也很难 那这种就是直觉反应 对他们而言 信耶稣这件事情 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他们的文化里面 已经告诉他们死了 就去天堂 因为这个缘故 我告诉各位 大家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政治而已 那是他们的思想 那是他们的信仰 那是他们的生命 他们认为 死了没有比活着更不好 可是我们华人就说 好死不如赖活着 有没有 就一定要活 一定要活 一定要活 可是他们不是 他们活也好 死也好 我可以告诉你 欧洲人真的差距不大 所以他不需要花很多力气赚钱 你如果真的想清楚 我们花这么多力气赚钱 你要做什么 赚到已经花不下去 已经花不掉的东西 你为什么还要赚 那我们就在想说 那当然另外有原因 是成功的感觉 对不对 是打败别人的感觉 是不是 可是如果说物质上 你到底还需要什么 所以有一个人告诉我 每个月赚五万 跟每个月赚五十万 差距很大 同意吗 我讲新台币 每一个月赚五万 跟每个月赚五十万 差距大不大 当然大 你不大的话 那你都给我好不好 你超过五万的给我 因为你觉得差距不大 可是我问你 每一个月赚五百万 跟每一个月赚五千万 差距大不大 我告诉你不大 你说大是因为你没有想 你一个月赚五百万 跟一个月赚五千万 你要花什么 你要买飞机吗 你要买小岛吗 你要干什么 等你想清楚 你就发觉 每个月赚五百万 跟每个月赚五千万 差距不大 可能第一年差距很大 第二年你就觉得没什么 以后 不 你要吃几星 现在只有到三星而已 你要吃五星吗 没有 对不起 没有五星 那怎么样你才能够满足 因此我们到底为什么活着 这个变得很重要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是已经得永生的人 我们已经有地方要去的人 所以我爸爸跟我们讲了一些话 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我爸爸早年就得了癌症 他得癌症生了三个 不同的 而且从医生宣判他的死刑 到他真正离开这个世界 有十八年 他都一直在化疗 一直在放疗 一直在化疗 稍微好一点 又来了另外一个十八年 所以等到他快过世的时候 他后来就越来越相信主 越来越有把握对他的信仰 当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把我们找去就跟我们说 现在交代后世 交代后世 第一 不要买墓地 那我们就说那怎么办呢 他就火化 火化这个没有问题 火化这怎么办呢 他说撒掉就好了 有一次我们跟他讲 说那撒到哪里呢 他说我们家阳台上 不是有几盆花吗 就把那个骨灰撒在那个里面 然后我们就跟我爸爸说 我哥哥也在 我们就跟我爸爸说 爸 你不要做人 我们还要做人 因为你走了 你没有问题 我们问题很大 人家问说 你爸爸葬在哪里 四楼阳台外面的花盆里 你能讲这个话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跟我爸爸说 不能这样 那我们就跟我爸爸说 爸爸那还是要葬嘛 或者是要放在什么 灵谷塔里面 我爸说不要 所以我们家采取了 我爸爸采取树葬 树葬 我们第一年还去 第二年还去 第三年还去 现在都不去了 因为那个树不要 长到哪里去了 已经完全变到你不认得 这是我爸爸的目的 我爸爸说 为什么要有一个墓碑在那里 那个墓碑叫做千年不化 对不对 你们来拜 合理 你们的儿女来拜 合理 或者不要说拜 纪念 对不对 问题是你们都会走啊 有一天谁来做这个事情啊 他说问题是 更麻烦的事情是 你们来那里看我 我不在那里 你听得懂吗 他说如果我不在那里 在你们的心里就更重要了 我告诉各位 因为这个缘故 我一年有非常多次想起我爸爸 我不需要去那个地方 我也可以不得已去扫墓 有没有 大家要凑时间去扫墓 心又不在那里 这是因为他们的观念说 永恒 所以我爸爸非常的清楚 我爸爸非常清楚 其实我爸爸以前不要我们 积极治疗 可是我们当然不愿意嘛 尤其我妈还在 我妈怎么可能呢 怎么可能不积极治疗呢 可是等我爸爸积极治疗之后 到最后一段有点辛苦 等我爸爸安息不久之后 我妈立刻跟我们说 我不积极治疗的哦 我是不积极治疗的哦 你们要知道哦 再三每一次碰到我们 就跟我说 我是不积极治疗的哦 那天我打那去 打那个第三剂的 那个加强剂 我带他到那边的时候 那个医生拿针 要给他打的时候 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 如果这针打下去 就安息着就好了 把那个医生吓坏了 你知道吗 那个医生说 不会这么严重的 妈妈不要这样想 那我妈妈说没有嘛 就打下去这样 如果离开这个世界 最好了这样子 然后那个医生真的说 没有那么严重 他就不敢打 你知道吗 那我就跟他说 我说没关系 我说你打啦 我妈妈是一个基督徒 他这样讲 一方面是真的 那另外一方面 也是不能不打嘛 对不对 你敢不打真吗 不会嘛 你就是要打嘛 那他一方面安慰自己说 痛一下没关系 万一不太舒服没关系 万一到主那里去 也甘愿啊 我说他在说服他自己 亲爱的兄弟们 那我们活着干什么 如果将来到那边 是永远到那边就很好了 那我们活着干什么 那不是少一天好一天吗 我告诉各位 你真的想清楚了 就是少一天好一天 但是 可是神没有要这样做嘛 就让我们一直活下来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我告诉各位 从这边保罗告诉我们 我们活着是为别人 让别人看到我们 就愿意更认真地活着 因为一个基督徒会很认真 信主之后 他会很认真地追求 他会很认真地对待他的朋友 他会很认真地对待他的家人 因为这个缘故 别人因着我们的认真 他就被鼓励了 他就被鼓励了 因此 做个小节 因此在我们当中做经理的 看他好认真在那边写作业 写那个记录 对不对 做经理的 要使你们的总经理蒙福 要使你下面的员工得到鼓励 我们当中做律师的 要让你们的当事人得好处 要在公平与正义上面寻求 要诚实认真地办案 我们当中做医生的 你一定要让你的病人得到最大的好处 你一定要让你的员工得到应得的福利 你应该要了解说 这件事情做得对还不对 我没有说 做经理的 做律师的 做医师的 不要赚钱 我没有这样讲 那本来就是该得的 可是那个是一个结果 真正的你心里面的目的 不是那一个 因为当你只有对的目的 产生的结果 才不会让那个结果影响你 理解我在讲什么吗 对不起 我在我们教会讲到有点点深 但是我告诉你 你必须要有一个准确的目的 以至于产生的那个结果 就不会影响你做事情的动机 有一次我在大学教书 我做牧师之后 我做传道之后 还一直被请去大学教课 那我也不敢接受太多 所以我就是帮他们教一点 教一点 有一次我就问我们同学说 学生们 这阶梯教师很多人 我说谁已经下定决心了 要将来要做什么 都是18岁到22岁的学生 因为那是个 大家都可以选课的 学生很多 100多个 就有一个小孩子举手 我就说 你说 他站起来 因为我上课都是走来走去 他就说 我这一辈子要做 全台湾最会剪头发的美发师 他是个男孩子 我就说 这个很特别 十几岁 二十岁不到 他要做全台湾最会剪头发的美发师 那我就走过去 因为阶梯叫什么 我就走上去 我说 你讲清楚 为什么 他说我们家是一个开美容院的 我爸爸妈妈都是剪头发师 所以我一定要将来做一个全台湾最好的美发师 你知道 这种事情对我来说是非常激励的 哇 有人这么小就要做一个决定 他不是要做总统 有没有 不是要做太空人 不是要做台积电的什么 或者他不是 他要做一个美发师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就说 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他说我爸妈是剪头发的 我说 你爸妈剪头发 你就一定会做成全世界最好的 全台湾最会的剪头发 他说不是 我说 你觉得你怎么样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我说 你觉得你怎么样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你知道 他是没有想 他立刻讲 他说 老师 他说我在 我看我爸妈在剪头发的时候 我最喜欢看到人进来 还没有剪头发的那个脸 跟出去的时候 他脸那个满足的样子 我不知道你听得怎么样 我立刻跟他说 你会变成最好的剪法师 如果你一辈子都是看着进来的人 跟出去的人的脸的差距 你会变成最好的美发师 我说什么时候 你把看着他的脸 移到你所收到的钱 你的这个第一名的美发师的位置 就失去了 你就不会达到那个目的 那个时候是马英九做总统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你要注意哦 当你剪到很会剪的时候 马英九会请你去剪头发 你千万不要去 我不是说我不喜欢马英九 我是说 因为当你的目的改变的时候 你是要服务那个最厉害的人的时候 你就失去了你的位置 你一定要看准你的目标 所以当我们做一件事情 基督徒们 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就变了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老板 你要给你员工最好的福利 这就是你基督徒老板该做的事情 当然你要为你股东赚很多的钱 你要让你的顾客非常满意 我有一次听一个基督徒老板 讲这个话 我很感动 他说我做基督徒老板 在我心目当中第一是员工 第二是顾客 第三才是股东 他说这样我的股东会赚最多 他说什么时候我转成第一是股东 第二是顾客 第三是员工 我的股东最后的总结会赚最少 听得懂吗 所以目的就变成了结果 作为一个牧师 作为一个长老像我 我为什么活着呢 我是要为你们盼望上得着鼓励 我要让你们看到 人家以为的牧师跟长老 都应该比较可怜 没有 你们看过我穿很破烂的衣服吗 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不要这样 我第一套西装买起来 那个时候是 我受邀去一个律师事务所 给他们查金 因为你知道那些律师都穿很好 对不对 那我是他们同学 就我去做牧师 他们去做律师 只有插一个字 如果我去他们那里 我的服装穿得比他不好 他们会误会 听得懂吗 他有什么误会我不管 但是我就要买一套 那时候我啊 我用了我半个月的 教会给我的薪水 买一套西装 我就是坐在那边 跟他说 我跟你衣服穿一样的 我们两个同班同学毕业的 可是你讲的法律 我大概不会忘太多 我讲的圣经你不懂 你要听我的 那我的目的不是说 我要比你厉害不是 而是我要让他得到鼓励 我要让他得到生命 我要让他得到好处 因此我们尽心竭力地活着 侍奉是叫别人 因为看到我们 他就得到鼓励 特别是你越来越稳定 你的生活越来越稳定的时候 你要往这方面越做越多 第一 第二 在爱心上 更互相联络 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地上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让别人可以在爱的里面 和我们有更多的连结 这个连结 这个连结无论是让他连结在我们身上 或者使人与人连结 人与人有更多的爱 那都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基督徒为何而活的另外一个目标 就是不应该造成混乱 不应该造成更多的争执 而应该让我们所在的环境更和平 为了表现自己很厉害 而不断地与人竞争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不需要做的事情 但我没有叫你不要努力 你该好好做 你做老板的 请你好好努力地做老板 不只好好努力地祷告 让上帝赐福你 好好做 利润该怎么收 你该怎么算 你该怎么努力 你该怎么服侍客户 你该怎么给你的员工 你都要好好想 那这才是一个基督徒的目的 就是我们因为别人跟我们在一起 让我们之间有爱的关系 人跟人之间 别人跟我们之间 这都是我们的目的 你知道 我跟你们分享这件事情 当你这样的观念一改变之后 你会发觉你的 你的生活突然变得很清醒 很多东西 你可以不要管它 你可以不要管它 昨天我请一些同工到我们家里吃饭 请我 请我15岁 我16岁到18岁的辅导 他现在妻子几岁 请以前帮我做事的龙莲 他从2003一直跟我一起同工到201213 后来他还帮我做很多的事 然后请我现在的同工 我的秘书 以及我所有的同工到我家里去 那我请他们去那边干什么呢 我请他们去那边 跟他们一起聊天 很开心 我们一起吃饭 我们喝一点点酒 非常开心 我就觉得很多事情都不需要花力气 他们到我们家的时候 我就先跟他们道歉 说我们家的碗盘都没有成套的 因为我们没有花这个钱去买 我们都是这个 人家给我们一个盘子 我就用那个盘子 我们家现在还有盘子是 我跟秋华结婚的时候的盘子 我们结婚快满40年了 还有些盘子没打破 还用到现在 有一个弟兄安息这个世界 他离开这个世界 那我们跟他非常要好 他太太非常伤心 就要移民到美国去 就把我叫到他们家 就说一个 我们家所有的东西 你要你都可以拿走 那我怎么可以拿人家东西呢 我就说不要不要不要 后来他就说 那这样好了啦 这一套餐具给你好不好 你知道全套非常好的餐具 都给我了 我就带回去就用 我们家的酒杯也不成套 不成套呢 因为有的人来我们家喝酒 会把我们家的酒杯打破 这样 那但是呢 这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一点都不重要 我从来没有因为人家 在我们家打破一个杯子 做错什么事情而不高兴 不是 你要怎么办呢 对不对 当你不在乎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突然觉得生活很单纯 很轻省 有一天我们家酒杯快没了 我就说 我就在同工的群组里面发说 有谁可以帮我 我家的酒杯不够了 就有人送过来说 这是多的 我说我不要你家的酒杯 他说这是多的 这是人家送我的 我没有用 我全开全新的 还没开 送你好不好 好 就好了 你知道当你 我现在讲的是财物 财物是最不重要的东西 那我现在跟你讲 生命当中最不重要的东西 就是财物 比这个太多了 友情比这个重要 关系比这个重要 健康比这个重要 对吗 快乐比这个重要 所有事情都比这个重要 你只要够活 其他事情都很简单 很简单 因此我们为什么活着 是很重要的 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 很多东西不重要 可是却一直放在那边 我们可不可以 把不重要的放掉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要跟别人和睦 但是大家也知道 和睦不容易 是不是 你愿意跟别人和睦 别人就愿意跟你和睦吗 不一定吧 可是我们总要 尽量和睦 在爱心上互相联络 第三 在信心上更加认识基督 我现在要讲到第三个 就是如果我们尽心竭力地活着 尽心竭力地侍奉 如果我们只是叫别人 因我们更有盼望得着鼓励 帮他渡过难关 或者让别人跟我们彼此相爱 或者他跟别人彼此相爱 这个还不够 其实我们更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要让别人 因着认识我们 而认识基督 因为有一天 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比他先走 总有这种人 我们知道很多人 我们都比他先离开 那我们离开 如果我们是他的帮助 我们是他的鼓励 我们是他的 提供他帮助的人 如果我们离开 那我们还留什么给他呢 我告诉你 最大的就是 让他认识耶稣基督 因为当他会倚靠 那位神的时候 他就不是因我们嘛 对不对 他是因为他直接连上了 那个源头 当他真正连上了那个源头 才有真正的好处 他自己同样得好处 这就是为什么 我在我们教会讲到 或者我们要求 我们所有人讲 在这边讲到 你不能只是讲 encourage的话 说你会成功 你会成功 你会成功 你不可以讲这个话 你要告诉我 why 我为什么会成功 或者你要喜乐 你要喜乐 我们来喊三声喜乐 一备 请 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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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喜乐了吗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你一定要有喜乐的源头 我们也不会因为说 我要有钱 我要有钱 有钱 大声喊 就有钱了 我也不会 你要知道有钱的源头是什么 因此在信心上 更加认识基督 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跟我讲教会 我告诉各位 我是从小立志做牧师的 立志 我考上台大 台大法律研究所 我的老师急着要送我出国 他一直跟我说 李健 那个你好好的念 你退伍 我就赶快送你出国 你们是不了解我的老师 我们的同学有认识我老师的 他保送谁 他推荐谁 谁就一定进去 我们老师一年只推荐一个学生 进哈勃 他推荐谁 谁就进去 因此我毕业六年之内 反正要让我老师推荐的人 都来问我说 李健 你要不要念博士 不念 真的哦 不念 你真的 我去找那个老师帮我推荐了 我说你去找他 那个老师一年只推荐一个 可能有三四个人去拜托他 他只推荐一个 所以他们先来问过我 因为老师说 你要去念 他会优先推荐你 所以我来问你 要不要去 不去 我是立志做牧师的 我是立志做牧师的 我立志做牧师 我的目的活的是为什么呢 我可以告诉各位 就是希望你们 好好的相信他 好好的跟随他 有一天你可能比我早死 你会生气 我知道我故意的 我可能比你早死 我告诉你 在我认为这就是运气啊 不是讲运气的 好运啊 神恩待我啊 这个教会留给你们去管 我才不要管了 我赶快去那里 那好得无比的 可是我们每一个人 当你活的目的很清楚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变得很清神 我真的告诉你 你变得很清神 因为你的目的很单纯嘛 我更认识神 我更爱人 我更愿意让别人 从我得到好处 我愿意帮助别人 当你这样的时候 你突然就会说 你有什么不太重要 你有什么不太重要 而是你愿意做什么才重要 那我最后要讲到 下面的这件事情 就是 如果是这样 那因为 我们的生命见证 别人会怎么样呢 两件事 第一 因着我们生命的见证 别人在消极上 就不会被花言巧语的思想所迷惑 我这样子活着 我有一个目的 我也希望你这样活着 有一个目的 就是别人不会被这些 花言巧语的思想所迷惑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第四节第五节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保罗说 预备 请 我说这话 是 这是保罗说 当我们做完那三件事情 别人跟我们再去 他被鼓励 别人跟我们再去 他的爱得到更多的 被激励 我也更爱人 并且大家都更认识基督 以后 我们就成为一个 有生命的见证人 我们就是个见证人 大家不要急说 我信的第一天就变成那样 不是不是 我很辛苦的 我信了五十年 上上下下 起起伏伏 跌跌撞撞 我常常跟别人说 因为我在神学院教书 常常跟他说 你放心 我失败的次数比你多很多 我成功每一个都是 侥幸跟上帝的恩典 所以你也不会比我 太难 对不对 因为成功是侥幸跟神的恩典 所以你要成功 也可能是侥幸 那你要成功是上帝的恩典 但是失败 我失败的那个 那个次数多到一个地步 可以告诉你说 这样就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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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样生命就越来越老练 越来越老练 的结果 我们就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这种生命的见证 就不要让人被花言巧语的思想所迷惑 什么意思呢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花言巧语 有很多的理论 我可以告诉你 他会迷惑我们 让我们以为 那可比这个好 保罗的意思是说 他讲完了前面三件事 他说你不要被别人疑惑 迷惑 别人会告诉你 怎么样会更好 但是他告诉你没有 就是这三件最好 那 其实我信主五十年来 我每一个阶段都看到 无论是基督教内 或者基督教外 因为我也很喜欢 很多思想的东西 什么哲学的 佛学的 我很有兴趣 我跟你们讲过吗 我对佛教有点研究的 我这很客气的讲 有点研究 我是有点研究的 我不认为他没有什么不对 佛教没有什么不对 而且是非常对 就是你要选择这样活 还选择那样活 如果你要选择那样活 你当然要照他那样做 那就是最好的 所以有一些知识 有一些学问 即使在基督教信仰里面 有的人这样解释圣经 有的人那样解释圣经 我听到很多人 说的都比唱的好听 那你怎么知道 他是说的还是唱的呢 要看他活的 就是他讲得很好 他活的是什么 永远不要看在外面的时候 永远要看他吃饭的时候 永远不要看他在讲道的时候 永远要跟他在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永远不要看他在冠冕弹簧的时候 总要在看他落魄的时候 永远不要看他一般看得见的时候 总要在他成功以后 你会就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子的 所以讲得不做准 我今天也告诉你们 我讲得不准 你要跟我一起活活看才知道 所以不要用 不要被别人的花言 敲语和思想所迷惑 我们自己当然要追求这个 所以我才说 前面那三个很重要 对一个基督徒来说 讲圣经并没有太大困难 圣经没有比太多的学问难 没有 可是讲得出来 并不一定表示他做得到 因此做到才是最重要的 活出来才是最重要的 当我们讲彼此相爱 到底是用在嘴巴 还是用在行为 当我们说要认真的信主 到底是讲的还是活的 当我们在讲宣教宣教 要去很多地方宣教 要去怎么样宣教的时候 有一次我吓了一跳 我到美国去服事 那是十几年前了 十几年前 我到美国去服事那天没有什么大的聚会 就是说要到一个弟兄家吃饭 一人带一道菜去他们家吃饭 我们就去了 我被人家带去 就看到一个人 那个一点都不起眼 就在那边讲话也是 没有什么高言大志 后来我知道他的背景 他在尼日做宣教是十年 尼日是非洲一个国家 他跟信奉回教的人的黑人为伍 上帝呼召他 他就去了 他带了三个孩子 三个女儿 那个时候他三个女儿 分别是十岁 八岁 六岁 他把他们安置在比较安全的地方 然后他到距离一千公里以外的地方去宣教 然后一段时间他就过去看他的女儿 当然还有太太 就四个人在那边 我很惊讶 他说他在尼日宣教的时候 那边热到每天晚上是要浇水才能够睡觉 你听得懂吗 他躺在那边 热到不行 他就把水浇到身上 这样就凉一点点 他说半夜起来还要再浇水 这样才能够睡觉 他们所有喝的水都是不可以喝的水 所以他们就要去用冥凡 冥凡 我们这里大部分人不知道 冥凡是做什么用的 冥凡 你知道现在不是乌克兰可能会打仗吗 你知道欧洲 我所知道的有些人 他们已经开始预备这些打仗之后 所需要的东西 因为天然气会被断掉 石油会买不到 这个都没关系 因为那跟我没关 我只要不要离开家就好了 问题食物没有 这个还可以 水不能喝 他们开始买净水的方法 净水的方法是高科技的都没有用了 只能最原始的 就是冥凡 开始买冥凡 奇怪吧 然后他在那边十年 他回来之后跟我们讲话还是这样子 一点都没有 可是你知道有些人做宣教师 回来之后简直是不可一世啊 简直讲到全世界都他拯救出来的 真的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很多牧师讲起到来 他简直就是超凡入圣 我真的希望我没有这样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 都是一个人 怎么样好好的活着才最重要 他最重要 所以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 我们要好好的活着 尽可能地活着 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 所以不要急 如果你是小学生就小学生的样子就好了 你中学生中学生的样子就好了 可是如果你是大学数学系的微积分要懂 是不是 如果你是法律研究所的 你应该稍微对法律法条的辩解 要能够明白 如果你是开业的医生 你应该大概知道这个病是什么 大概不是 不敢知道一定什么病 也知道不是那个病 不是那个病嘛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该做的 我们到了什么阶段就什么阶段 所以不要被别人花言巧语的思想所迷惑 总要看那个人是怎么活 因此我们也看我们怎么活 这是第一 第二 OK 我再讲一点 因此呢 不是你讲到讲得很好就很厉害 十多年前我从美国回来的路上 去讲 去服侍完了 回来的路上 我碰到一个属灵的长辈 那个属灵的长辈 那因为我常常坐飞机 所以我都已经累积到金卡了 那当然还是坐经济舱 那那个时候 现在有的时候 理数高到可以常常换商务舱 那经济舱 那但是我有金卡 那金卡的好处就可以到贵宾室 对不对 这个我一进去他也在里面 就在那边聊天聊天聊天 聊天因为他是属灵的长辈 当然就是很恭敬对他 后来广播想了 就说 搭乘哪一班航空公司的 现在可以下去 因为呢 我们马上就要登机 然后他就站起来说要走 跟他太太说要下去 我就说 他说走吧 你先走吧 我说 我不想太早下去 我就这样讲 我说反正呢 金卡有专用通道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的金卡 等于商务舱 所以你可以专用通道 那个通道总是空的嘛 所以我说 没关系 早下去 晚下去 没关系啊 他不行 他要先下去 先下去 先下去 又过了十分钟 我就看差不多了 已经登机登了差不多 我也要下去了 我下去的时候 发现他在那边跟别人吵架 他在那边跟别人吵架 吵什么呢 他站在登机的最前面一个位置 就是他要排队嘛 他站在金卡的最前面的位置 结果呢 人家就让那个handicap先上 对不对 轮影先推进去 后来呢 小孩子又进去了 我去的时候 他在跟别人吵架 吵什么呢 他就说 你们叫我们从上面下来 为什么不让我们登机呢 他说先生 等一下 那空腹员简直 就是那个地勤人员 对不起到不行 他就不行 他说那我在上面好好的 你为什么叫我下来 然后他就 他们为什么先排队 他们没有排队 他们为什么先进去 这样 不是 你没有坐过飞机 也要有点常识嘛 对不对 大家都不敢讲话 大家都说还对嘛 哇 我那次以后我就发觉说 原来会讲道的人 不一定会生活 或者会讲道的人 不一定 他的生命 像他讲的一样 那次对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有一次 这个 胃出血很严重 然后 那是很年轻 二十几岁 送到医院去 那个医生 看了 看了我 就很厉害 他看了几眼 他都没有测量 他问了几句话 就说 转头跟后面说 那三种 听周路那个三种 他就回头跟他说 这个今天住院 就我妈吓死了 那时候 我刚结婚还是没酒 他说这个住医 今天晚上住 现在进去 这样 我妈说他都没带什么 医生说现在进去就好了 然后那个医生 很有名 他永远都告诉病人说 胃溃疡的人 十二指肠溃疡的人 是绝对不能抽烟 抽烟有百害而无一利 可是他的手这里是黄的 他的手这里是黄的 永远是黄的 你只要看到他 没有在看病的时间 都在抽烟 那以前室内 也都可以抽烟 对不对 现在连室外 都很难抽烟了 抽烟的人 真的现在被歧视的 蛮惨的 都要被赶到很远的地方 那个时候 他就什么都是黄的 所以会说的人 不一定会做 我们基督徒 至少我们教育的基督徒 弟兄姐妹 拜托 不一定要很会说 好吗 但是要很会活 那才重要的 好 第二 快结束了 消极 我们不要被别人的 说法所迷惑 当然我们要好好活 第二 基督上面呢 我们内心要信得更坚固 活得更规矩 内心要信得更坚固 外面要活得更规矩 第二章第五节 我们念完 今天最后了 我要讲一个例子就结束 准备 请 我身子虽然与你们相离 心却与你们同在 见你们寻规蹈矩 信基督的心也坚固 我就欢喜了 保罗说 他最后讲 他说什么呢 他说 他说这些话 他做这些事 他这么尽心结意地活着 在消极上 是要让别人看见他的生活 不是因为他所说的 或别人所说的 不要被人家花言巧语所迷惑 另外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身子跟你们分开来 心跟你们同在 我只要见你们 循规蹈矩 信心坚固 我就欢喜了 因此 我们生命的见证 让别人 在积极上面 信心就坚固了 说 哦 原来宜君是这样活着的 所以我想我也做得到 这样听得懂吗 哦 原来他也可以这样 那我也可以 哦 他是一个小弟兄 他可以 我也可以 这就是信的更坚固 这就是信的更坚固 活得更规矩 原来信仰是用活的 有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活 你知道吗 没关系 我年轻的时候 不敢跟别人说 我很慷慨 其实我个性是很慷慨的 因为我爸爸是很慷慨的人 我爸爸是很慷慨的人 我爸爸没有什么钱 但他不是乱花钱 但是他从来不小气 但我以前都不敢说我慷慨 后来经过 我现在年纪也大了 你知道吗 我确定我是个慷慨的人 我也跟别人说 我是慷慨的人 而且我也做出来慷慨给他看 我不是说做给他看 而是我就敢活出来了 我就敢活出来了 我讲一个例子就要结束 如果一个人有美好的生活见证 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会表现 不必用嘴巴说 真正影响别人的 不是我们会说 像我这种人是会说 对不对 不一定能活 但是你不一定要能会说 但是你要能活 你就活出来就好了 别人看见就好了 我告诉你 永远是看见的 比听见的更真实 用看的 用看的 我二十年前 就准准二十年前 我到菲律宾去服侍 我开始去菲律宾服侍 以后每一年都去两三次 一直到疫情 我现在非常想念那边 但是没办法过去 那边老华侨在那边建立了 华人教会 老华侨就是在 甚至在民国以前 他们的几代就下去了 前几代就下去了 也有人是在国贡时期 他们就下去了 总之他们那边都是几十年 上百年 应该是上百年的很多 清朝就下去了 还有明朝就下去了 就下去那边 所以他们在那边 可是他们仍然保存着 华人的文化 那他们已经不会讲 所谓的国语 或者大陆人说普通话 他们讲的都是方言 那些方言已经与中国大陆 他们移过去的那些方言 也改变了 所以不是很通 像他们讲闽南话 我刚去的时候 我以为他们讲的是菲律宾话 所以我都用国语跟他们谈 他们讲很憋脚的国语 然后我就 然后不够就要用餐英文 他用英文 我用英文加国语 他用国语用英文 这样我们就这样 后来有一天 他们讲话 他们讲话很快 我以为是菲律宾话 叫Dakaro 就有一天我就说 我说有什么 你们的这个Dakaro 跟台湾的闽南话 有点台湾话有点像 他说我们是讲闽南话 我说那怎么差很多 那怎么差那么多呢 后来我才知道 这真的差很多 可是如果你慢慢学 就还是学得起来 比如说我们驾车的 我们叫什么 塞车的 这塞这字是不可以用 因为有塞这字 所以他们都不说塞车 他们都说划车 划车你也听得有啊 开车 那司机怎么说呢 我们就说书机 或者类似这样的 问讲那是日本话的 他们说车头 有一天在那边等 他们说车头来吗 我就心里想说 车头不用说也没来 因为没看到车 哪有车头啊 原来他们是说 司机到了没有 我说车头来吗 我说车头 怎么要自己来啊 所以你知道我讲台湾话 很有闽南腔 因为我跟他们在一起久了 所以我如果动作快起来 讲起来就是闽南话 跟台湾话是夹在一起讲的 就好像你听我们 岩长老讲的台湾话 他那个是金门腔 不是哦 澎湖腔 对不对 一讲那些我们都听了吗 我们不想听的时候 都听了吗 想听的时候都听了吗 这样子 你这那个腔就要差很远 在那边 第一个为华人 就是中国大陆人 建立团契的是一个 一个大我 现在大我二十几岁的人 他自己的经商 非常生意 做得很大很大 他自己拥有建筑公司 建设公司 他房子一栋一栋的开 他的生意蒙神赐福 他做生意 他盖房子很多基本原则 那就是他严守圣经的教训 他盖房子呢 他只盖给谁住呢 他永远只盖这一层人 就是在菲律宾稍微脱离贫穷 开始想买地栋房子 他只盖这种房子 听得懂吗 他的目的很清楚 鼓励人买自己的房子 那赚不赚钱呢 当然赚钱嘛 对不对 可是赚钱不是他的目的 因为他以后来 他就很多的就是盖豪宅嘛 豪宅更好赚你知道吗 可是他不盖豪宅 他永远盖 就是这个阶层的人在住的 然后就用比较便宜的价格 卖给他们 让他们拥有第一栋房子 然后至于你要买了第二栋房子 把这个钱再换第二栋房子 他不管 他只管 他永远只做这个 然后他的房子的那个大楼上面 永远写 In God We Trust 所以如果你从马尼达 上面飞机飞过去的时候 你就看到大楼上面写 In God We Trust 就是他们家的建设公司盖的 这大老板 你知道这些大老板 旁边都有保镖的 因为那里比较危险 不像台湾 台湾大老板 旁边不一定有保镖 但问题是 你也永远看不到他 对不对 所以他们都很安全 他们都有保镖的 他们旁边都有保镖的 我有一次受邀 他跟我说 他说李长老 他说礼拜五晚上 可不可以到我们家来讲道 我说可以 他说我先告诉你 不一定会有人来 怎么不一定会有人来呢 他说我会去邀请 但是不一定会有人来 我说好 我就去了 那一天好像来了一两个 一两个 可是我到他家的时候 他家有一个buffet 就从外面叫进来的buffet 给几十个人吃的 就这样 然后桌子椅子都摆好了 他们家 然后呢 他就说 李长老 我们先吃好不好 他说会有几个人来 我不知道 我说那你为什么叫 就是三十个人吃的 他说因为也有可能 三十几个人来 也有可能一个人都没有 我说怎么会这样 后来我才了解 他每个礼拜 工作完了以后有空 他就跑到大学的门口 就到他的司机 跟保镖站在那边 只要看到出来的人 三十几年前 出来的人像是华人 他就会走过去 中国人 就是中国大陆的留学生 就说 请问你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吗 他对方讲话说 是 他就说 他说 礼拜五晚上 我们家有吃饭跟聚会 你愿意来吗 然后就把他的名片给对方 他都自己邀请 你要知道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在三十几年前的菲律宾 他就一个一个邀请 所以他就常常去发那些名片 他是一个晚上七点多到八点 就要睡觉的人 他发完名片回来就睡觉 这样 可是礼拜五晚上就有团契聚会 那你不能太早 因为大家都要那个 然后就是六点多 七点多吃饭 然后 要是有人来 他就跟他们吃饭 然后就聚完会 然后就送他们走 每一个都送到门口 说谢谢 谢谢你来参加 下礼拜还要不要来 那个时候 中国大陆人 在菲律宾没有信耶稣的 他一个一个这样做 现在他的教会 已经分成很多教会 每一次吃饭 都上百个人在他家 后来就家住坐不下 就到教会去 后来分了很多很多的教会 他一个一个的传福音 反正这样过了一段日子 他的国语很不流利 我跟他讲话 主要用闽南话讲 那偶尔我讲国语 他也听得懂 那不然我们就用英文讲 就是用这种方式 其实很不流利 他因为有心做 就这样做 就这样做 他其实可以 叫人家去发名片 或者是发那个单张 对不对 他没有 他要自己去 那我跟他说 为什么这样 他说我要表示 我是真正的 看重他 爱他 我要一个一个去递名片 后来这消息就传开了 因为他越做越大 越做越大 后来就开始 很多人信耶稣了 那后来有一个人 就是很强硬 人家传闻给他 他就不信 但是他们家吃饭 吃很多天了 很多次了 有一个人就又传闻给他 他就跟他说 他说我不信 他说如果耶稣有像 某某人这么好 我就信 你听得懂吗 如果耶稣 他说耶稣是某某人 我就信 就是他讲那个人的名字 结果后来他们就跟他说 Mr.Steven 那个 他说 如果你是耶稣 他就信 你知道他吓坏 跑过去跟他说 他说某某人 他说我告诉你 我 如果你认识耶稣 你就知道 我完全不是那个样子 你要信的是耶稣 信的不是我 你信我没有用 那信耶稣才有用 然后就跟那个人 后来那个人信耶稣了 后来那个人信耶稣了 可是这个人 为什么会信耶稣呢 不是因为耶稣好吗 对不对 你看过耶稣啊 你不要告诉我说 你做梦见过耶稣 我做梦也见过岳飞 岳飞啊 那我没有说 你做梦不能见过耶稣 我没有说这个意思 我也没有说 你做梦的那个 就不是耶稣 我也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说 到底我们能不能让人 从我们身上看见 我们能不能让人 从我们身上看见说 我要跟他一样 他说 如果耶稣是Mr.Steven 我就要信 那Mr.Steven就跟他说 我不是耶稣 但是我是他的门徒 你如果愿意像我这样 你要信耶稣 后来那个人就信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一个算一个 这样听得懂吗 我们不是大家合在一起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范围里面 可能还有父母 可能有兄弟姐妹 可能有儿女 我们在我们的职场里面 你可能是老板 你可能是最低阶的员工 我们在我们当中 有些人是专业人士 有些人还是学生 有些人还是小朋友 无论怎么样 无论你的背景 无论什么 我们就好好的活着 不是要说我是基督徒 不是 好好的活着 活着应该有的样子 别人一接触我们 他就被鼓励 别人一跟我们在一起 就有爱的感觉 别人一跟我们在一起 就说原来上帝是这么美好的 这个人竟然会改变 那我们就不被花言巧语所迷惑 我们也使别人心得更坚固 我们一起来祷告 作为今天的结束 好不好 我们今天还不 我们今天还不分组 我们先来祷告 天父我们向您现场满心的感谢 谢谢主 谢谢主 祢在我们当中 做奇妙的工作 谢谢祢让我们这个教会 在这一边 我们每一天 每一个人很扎实地活着 的确我们有难处 的确我们有想不通的事情 的确我们有很多的困难 甚至我们当中有一个家庭 现在正面临 疾病 很大的压力 甚至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他在整个的疫情当中的经济 变得非常的不好 或者我们心里面跟别人过不去 我们有各样的难处 但是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 经过一段一段 我们的生命变得更美好 愿神赐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 让我们高高兴兴地 可以享受祢所给我们的一切 我们现在要分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阿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